hello 欢迎学习爬充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我们是教大家啊 如果在这个下载期中间键当中 设置的这个随机的优势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啊 那个服务器 他将这个优势二种的加入这个黑名单 那么我们就请就不到的这种酒吧 对吧 这种酒精啊 好 这这几个的话我们再教大家啊 如果去使用这个下载中间键来设置这个IP代理池啊 这个IP代理池的话 也是在我们在写那个爬充的时候啊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对吧 就像是之前我们在写那个boss直聘的那个爬充的时候 他是不是你只要爬了 爬起来前面多是一样的数据 他再爬起来后面那页的时候 他就出现一个这样的图形印着码啊 对 那么我们啊 出现这个图形印着码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去识别这个图形印着码 对 好 第二种解决方案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就可以换一个IP去请求他的这个页面嘛 对 这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简洁简单一点啊 对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叫大家来走 走一下啊 那么我们在讲解这个啊 IP代理值这个中间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教大家 如何去购买这个代理 这个代理的话啊 现在代理服务商网上面代理 网上的代理服务商啊 有很多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列出了五个这个啊 代理服务商好不好啊 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啊 然后我我现在选择的是这个什么呢 快代理啊 这个代理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啊 那么这个爱快代理的话我们来打开来给大家看是吧 呃 这个快代理哈 它是分为几种啊 它是分为几种代理啊 第一种代理是这个开放代理 这种代理的话啊 它比它比这个免费的代理会更加稳定一点啊 就是更加稳定一点 但是的话 你在使用这个开放代理的话 你在使用这个开放代理的时候是不需要啊 这个用户名和这个密码的 就是说这个开放这个开放代理这个东西啊 他一旦就是说你购买了以后啊 你就可以提取很多很多这种代理 并且使用这个代理的时候是不需要指定用户名和这个密码的啊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开放代理 他一天可以每天可以理据提取多少个啊 2万个对可以提取2万家啊 这的话呃 他这些2万家的这个代理的话啊 他是不稳定的啊 呃 什么叫做不稳定呢 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个代理是啊 一定可用的啊 但是的话啊 他呃 相对于这个免费代理来讲的话 他又比这个免费代理又更加稳定一点啊 又更加稳定一点 好吧 说的话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真的 一个真的特点啊 一个真的特点啊 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他有那个普通用户和VIP用户啊 我许我我现在跟大家讲课的话 我是购买了一个VIP的用户 然后购买了一天啊 那么VIP这个用户的话 他比这个普通用户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的话他的那个数据啊 他这个API 他是支持这个GIS来返回的 那么啊 这个的话 他是只支持这个呃 文本文件啊 只支持这个文本文件啊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代码当中 想要在这个代码当中去写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必须啊 不是说必须吧 最好是使用这个VIP用户 因为他可以支持这个JASON格式啊 可以支持这个JASON格式 并且解析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对吧 但是好话一说回来了 如果你如果公司里面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原因的话 还不如去选择这个10块钱一天的对吧 因为他这个地方即使啊 他不会返回JASON 不会返回XML 他会返回一个TSD文件给我 那么我再去解析这个TSD文件不就可以了吗 对对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吧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的话 他这个20天的20块钱一天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支持这个提取稳定的IP啊 但是这个10块钱这个的话 他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啊 就是说这个普通用户的话 他他获取这个代理的话啊 有可能是稳定的 也有可能是不稳定的 对吧 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啊 所以的话 这个20块一天啊 以贵也有他贵的道理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讲课 我们就以这个东西为例 把这个东西为例啊 好 那么这个例是开放代理 还有一个是那个私密代理啊 私密代理的话啊 就比较贵的 对不对 比较贵的啊 就是60块钱一天啊 你可以提取那个1000加 然后的话 他是比较稳定对吧 比较稳定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产品特性 大家的话就可以往下面看一下 往下面看一下啊 然后还可以独享代理啊 独享代理的话 就是这个代理啊 呃 你这个就像是你购买了一台服务器啊 啊 这个到这个IP代理 就只能给你一个人用啊 就只能给你一个用啊 那么我 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也购买了一台独享代理 来跟大家讲这个课程啊 说的话 讲这个为了讲这个课程啊 购买了两个代理对吧 两个代理花 总共花了25块钱啊 总共花了25块钱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两种代理 来跟大家讲一下该怎么去做啊 该怎么去做啊 那么我们讲这个东西的话也是跟什么呢 也是跟那个随机请求头一样 我们也是去请求这个 httpbin.org的这个网站啊 然后它下面有个子域名就是不是子域名哈 就是啊 那个子路径就是这个IP 那么你在访问这个UR的时候啊 他这个地方会有打印出你当前的这个啊 IP地址啊 打印出你的IP地址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来打开下我们的这个派站啊 打开一下 呃 我们首先的话先创建一个项目吧 呃 先创建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上阶课的那个项目直接来做 都可以 吧 直接用上阶课的那个项目直接来做都可以啊 就直接用这个这个项目来做吧啊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新建一个这样的扒轴啊 新建一个这样的扒轴 这里边我 嗯 打开这个文件吧 然后是呃 scipgnspid啊 genusrider 然后是叫做呃 这个扒轴叫做什么名字好呢 就叫做 随便奇怪 叫做ippiosy吧 然后是他的域名是sgbin.org 啊 好 接下来这个盘就创建好了啊 就来到这里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一下这个代理他的这个执行啊 就不是代理是这样 这个执行哪个扒轴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让他执行这个ippiosy这个扒轴对吧 ippiosy保存下 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呃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上呢去请就这个ip啊 然后的话这地方去解析的话也是啊 他他这个地方也是返回一个js书记给我们啊 然后我们去请求这个里面的这个or origin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对不对 好 这里面是那个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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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之一等于这个response点test啊 然后的话我们也把它给loadload了一下啊 这个地方import了一下这个json啊 json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json点那个什么呢 lose啊 lose把这个扔进去 然后的话再取这个里面的这个 orign 这个地方要改一下名字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东西好吧 把这个代码直接拷备过来啊 可能加c啊 然后拿到这个里面来可能加v 啊 这里面是打印这个orign保存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爬中就相对是写好了 写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个这样的代理好吧 在呃 不是代理好 是来这个中间 再来的这个midware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再来定一个类啊 class就是什么呢 就是i p p r o x y d o w n lo a w d download mi d d l e w a e 寄成字这个oject对吧 objc object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 去写一个等等函数 叫做pr p o c e s 啊 i q e s d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request i q u e s d 以及spiral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要去呃 去写那个代理了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要去随机的去设置 那么这些代理从哪里来呢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是已经购买了这个代理 我看我的这个订单 我现在是已经购买了这个代理 说的话 我现在的话就直接从这个代理当中去点 从我的那个订单 会员中心 然后我的订单当中 这个地方我选择的是这个开放代理 现在我会跟大家讲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这个开放代理 以及这个独享代理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到这个开放代理这个地方 只要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提取 提取代理 提取代理 他就会来到一个这样的界面 来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他就是因为你要提取代理的话 可能有很多条件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他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生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什么呢 有个这样的页面 有个这样的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你填写一些这样的条件 比如说我现在我提取这个代理 我只需要提取五个 或是我现在我提取十个 然后的话我需要排除的地区是哪里 我需要 我需要让这个代理 需要提取哪些地区的那个代理 这个端格是什么 对吧 这个IP端是什么 然后运营商是什么 然后这个匿名不匿名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说的话 他就会根据你这边选的这些条件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他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链接给你 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这个什么呢 选择这个生成API链接 选择要要要选择那个生成API链接 然后我们这地方再来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比如说十 我要提取十个 只要说所在地区的话是无所谓 排除地区也无所谓 端号也无所谓 排除端号也无所谓 这个IP端也无所谓 这个也无所谓 这个运营商也无所谓 这个匿名度的话就有所谓了 这个匿名度 我们选择这个高匿名 不要选择这个匿名 如果你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匿名的话 别人还是能够看得出你的这个 宇航室的这个IP地址 透明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就直接别人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高匿名 选择这个高匿名的话 别人就不知道你使用的这个代理 好吧 好 然后我们这个响应速度 我们也是勾选 勾选一下 就是说选择这个急速 以及这个快速的 好 这个代理协议 我们选择这个HTBS 为什么选择这个HTBS呢 因为HTBS的话 它是同时也支持这个HTB协议 有些时候你想要去访问这个 你想要去访问这个 HTB协议的这些网页 那么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 HTBS协议 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这个代理稳定系 我们选择这个稳定 为什么选择这个稳定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付了这个 稳定的钱 因为我现在已经购买了 购买了这个 VIP用户 对不对 我现在都已经购买了这个VIP用户 这个地方我不用白不用 对不对 我肯定要去选择这个 不然我花20块钱跟花10块钱 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稳定的代理 好吧 这个排序的话就无所谓的 然后这个结构定制也无所谓 这个浏览进制 我们也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给勾选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我们选择这个JSON 好吧 过滤今天提出过的IP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点一下声称链接 它下面的话就会等 就会声称一个这样的链接 那么以后你想去提取这个代理的话 你就你就去请求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它这地方的话就返回10个代理给我了 就返回10个代理给我 那么这些10个代理的话 就满足前面的这些条件 就满足前面的这些条件 明白自反 那么如果以后你再写代码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URL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你在代码当中去请求这个URL 它就可以返回10个代理给你 返回10个代理给你 你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呢 把它给取出来呀 对对 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啊 好 那么这里话我们就把这些代理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可能叫C 拿过来 然后的话拿到这种来 就是给它取个名字啊 P-I-O-S-I-E-S 等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哈 在这地方我们也是随机的从这个里面来选择一个代理啊 呃 P-I-O-S-Y P-I-O-S-Y等这个什么呢 RandomTroy点Troice 然后把这个P-I-O-S-I-E-S 认进去啊 Self Self 点P-I-O-S-I-E-S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代理设置到啊 这个请求投入当中啊 设置到这个请求投入当中 那么就是request点那个Meta Meta 然后是这个I P-I-O-S-Y 代理是等这个东西啊 等这个P-I-O-S-Y 好 接下来保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啊 去运行一下我们这个P-I-O-S-Y 运行一下这个P-I-O-S-Y 现在的话是已经改成这个了 对不对 保存一下啊 再来评论一下啊 现在这个中间键没有激活啊 这个中间键 这个下载器中间键没有激活 说的话 他这个代理是 他这个IP地址一直是我自己的这个IP地址啊 这里面我们要把这个代理激活一下啊 然后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地方给他改一个吧 给个100个啊 随便给个啊 好 那么下面再看一下他的这个呃代理啊 哎 不是稳定代理吗 怎么还这么慢啊 他的响应速度的话可能 有点慢啊 响应速度有点慢 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开放代理 他的这个响应速度是多少呢 响应速度是 嗯 没说是吧 好 好 现在的话是换了一个代理本应该是 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ID啊 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IP地址是119.39 对吧 然后他下面的话 现在这个代理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这个24.149点 然后的话也变了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都变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呃代理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IP地址就一直在变化了 就像是上次我们的那个拉多网的那个东西对吧 如果碰到那个输入验证码 那么我就更换一个代理就可以了 对 更换一个代理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走了 就不再去走了啊 这个的话就是随机来设置一个代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使用的是这个什么呢 使用的是这个呃 那个 什么代理的啊 这个叫做开放代理就得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独享代理该怎么去设置 好吧 独享代理啊 好 独享代理的话 你也是在这边要去购买一下哈 那么我现在的话是买了买的一天啊 5块钱一天啊 实际上的话在这边我们来试一下啊 这个独享代理我们点一下啊 这个管理独享代理 管理独享代理他这个地方 他是需要这个用户名和这个密码的啊 或者是你不输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 你这个地方可以设置这个呃代理的那个IP白名单 就是你设计下这个IP白名单的话 那么以后从这个IP白名单上面 这个IP地址发送过去的这个呃 请求啊 他都不需要使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使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来走一下吧 啊 使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 把可能加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来把这个可能加C啊 把这个注释下 然后再拿到下面来写啊 这是的话我们的这个东西就不要了啊 就不要了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吧 就是prsy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了啊 这个IP地址是这个啊 然后的话这个端口号的话啊 端口号的话是这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还需要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 这个我去订一下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话 它是一个字符上 然后这个字符上 它要满足一个格式啊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变成列表了 就直接变成一个字符上了啊 这个地方它要变成一个什么呢 它要变成一个呃 用户名啊 用户名再加上这个密码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它是通过这个冒号的方式进行分割啊 就跟这个IP以及这个端口是一样的啊 好 这样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这个密码设置进去呢 这个密码设置进去啊 你得去先把这个密码 这个东西把它给进行一个 base64啊 把它给变成一个base64 好吧 这个东西的话 没有为什么 就是它在发送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需要这样去做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导入一下那个base64的那个包 import一下这个base64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来写啊 就是b64啊 那个password 或是user b-a-s-w-r-d 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user 等这个b-base64.b-64 然后的话再把这个user password扔进去 这样的话 它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这样的话啊 不是啊 这个地方 它必须要反必须要传递的是一个byte的数据类型啊 bytex bytex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普通的情况在pice3当中默认的情况 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一个sdr的数据类型啊 就是一个unicode 那么我们在传进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把它给变成一个byte数据类型 该怎么变 是不是只要给他incode一下就可以了 对 incode一下啊 然后的话 这个东西 它incode的完这个编码啊 这个base64 这个东西 它反过来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呃 是一个byte数据类型啊 那么我们待会报错了 我们再跟大家讲吧 好吧 待会报错了 再跟大家讲啊 好 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设置进去 设置在哪里呢 设置在我们的这个请求头里面去啊 request iquesd.heads heads 这个地方设置一个东西叫做prxy 然后是autsori zati 等于这个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值啊 就是basic basic 然后的话给个空格 再加上这个byb64 再加上这个东西 好吧 这样的话就ok的啊 这样的话就会ok的啊 接下来我们保存价 然后再来运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报一个错 他说报什么错呢 他说这个东西啊 他说这个东西必须为一个字符上 而不是个byte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已经确定这个东西 它肯定是一个sdr的数据类型 对不对 说的话啊 这个地方出现的byte数据类型 说明只有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byte数据类型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将这个byte数据类型 把它给转 或者那个sdr的数据类型呢 也是非常简单 这地方我们要把它给decode一下 对不对 decode把它给解码成那个sdr数据类型 这样的话就ok的啊 这样的话就ok的啊 保存价 再来执行价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牌上就ok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ip地址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 111.199.26.142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使用的是独享代理啊 使用的是独享代理啊 如果你这里边没有设置这个呃 权限啊 没有设置这个授权 这 这是的话 他就直接用不了啊 你这个代理就直接用不了 明白 所有的话 这个什么呢 思想代理啊 独享代理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说只能让你一个用 人用 别人不知道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是用不了的 对不对 哎 这里边他就 你看到没有 就没有打印那个东西 他这里边就报了一个这样的错误信息 他就忽略了这个请求 为什么忽略呢 hdb转的码 不是可啊 不是可调用的 或是不不不不被允许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代理是不能被用的 因为你没有给他指定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说的话 这个地方就要给他指定一下啊 就给他指定一下这个东西 好吧 好 那么这是这部分啊 这是这部分啊 好 保存一下 呃 这个代 这个 这个的话 我是放到 我放到这个里面啊 待会儿 我把这个叫 再把它给玩上下 就是说 关于这个 呃 开放代理 以及这个私密代理啊 以及这个独享代理 该怎么去写啊 该怎么去写啊 好 这个是开放代理的话 基本上写的就很简单啊 而这个独享代理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需要设置这个请求头 对不对 没有设置这个请求头的话 就用不了啊 就用不了吧 好 那么新的话 我们的这个下载期中间件啊 设置这个独享代理 我们就讲到这个里面 好吧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如何用这个代理去做一个真的实际的啊 项目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我们下载期再见